中国经济论坛里 专家学者们将共同解读 纷繁世界格局之下的中国经济 纷繁格局上的中国经济论坛 给了我们更多的思考 给了我们的企业家和我们的观众 所有的人新的一个视角 新的一个平台来考虑未来 纷繁格局下的中国经济论坛 非常成功 我们既分析短期的 中国经济和企业的风险 更加是讨论了 未来场面发展的方向 我希望我们的论坛 能够让大家多了解经济知识 本周六 第一财经 中国经济论坛 敬请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一次期待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十四五规划出台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 体系最为完备 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每一次探索 存在着资本市场改革 先行先市 科技强获目标的科创版 在上海落地 因为运行一年后 科创版指数终于来了 每一次前行 推出三十条具体措施 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推出了金融十六条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 在上海成立 每一次突破 上海自贸区临港芯片区 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 沪广同终于承担落定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每一次选择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 原油期货在上海 上海经的落地 国际同正式在上期所上市 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每一次托付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 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 安居乐业 每一次守望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 守护好百姓的钱贷 这就是金融 如血脉一般 这就是金融 看得见的波动力量 美国家卖 卖过上海 免费 是 你 撤 ウィ 欢迎收看由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人精节目 找老师选策略就上九方之头 大家好 我是老原原建新 今天这个市场呢 我们可以看到指数呢 是出现了一个连续的一个上攻 那么下周该如何来取舍呢 那么前两天呢 我们已经跟大家聊过 现阶段的一个市场呢 我认为是长期底和短期顶的 这么一个之争 那从今天的一个走势来看呢 也有这样的一个特征 我想今天的一个老原事点 还是跟大家聊三点 首先一个呢 我想我们可以看到 现阶段的一个市场呢 受外围市场的因素啊 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 你比如说今天这个低开 显然是受到隔夜美股 出现一个大幅下跌的一个影响 出现了一个低开 盘中在上冲过程当中 不连续又被打回 实际上呢 这可能也算是一个意外因素吧 一场重要的冠军之战 今天上午开打 结果呢 市场有部分 可能就是操盘手吧 放下了股票市场 去看这个球赛去了 上午的这个 大概有一个小时左右 市场非常精彩的时候呢 阻力出去了 结果市场光当下去了 到了重新回来的时候呢 人家已经三节打完了 基本上大局已定 大局已定 来回过头来 又把相应的一些 这个金融股 再重新打起来 下午的走势呢 是比较流畅的 甚至呢 其他的一些 高科技的一些板块 也开始联媒上涨 所以今天的一个走势呢 应该说是比较明显 受到一些场外 因素的一个影响 出现了一个波折 那之所以出现 这样的一个波折 还是跟我们之前 所做的一个分析 那么我认为呢 目前就是因为 它是一个长期底 和短期顶的 在这个位置的一个冲突 造成的会受到 外界的一个因素 影响会比较大 那么这是第一个看点 那第二个看点呢 我想我们的投资者 进阶段 应该还是会发现 当指数通通红一片的时候 可能我们很多投资者 打开自己的一个账户 会发现并非如此 今天恐怕也是这样 尽管所有的指数 都是通红的一片 涨幅还不小 但是今天基本上是 一半是火焰 一半是海水 差不多是一半对一半 一半上涨 一半下跌 那么这实际上 深层次的一个原因 我觉得恐怕也是 一些所谓赛道股 和价值股 在目前盘面上 没有同步造成的 那我们知道赛道股 是油脂之爱 油脂之爱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从市场的2863点 或者说科创版的 863点开始呢 涨是一波 非常的一个灵力 那举个例子来说 太阳能赛道 这一波 这个是非常的一个灵力 今天呢 我们请到的场内的有位 嘉宾呢 从2863点左右 这个时候开始呢 就盯着这个太阳能板块 待会我们这一点呢 要留给他来讲 那么从市场的 一个表现情况来看 赛道股 应该说这一轮 累积的一个涨幅 是非常之大的 所以往往赛道股呢 现阶段进来的一些 主力资金啊 看不上 他们看上的是一些 大金融板块 大篮筹板块 体量大 也是一个原因 赛道股呢 腾挪不开 进不去 所以对于这些呢 比较关注一些 但回过头来 我们可以看到 那些权重的板块 一往上冲啊 结果赛道股呢 往往会退坡 就坡下轮 因为人家是属于 短期顶的那部分 所以现阶段呢 这个矛盾呢 往往在盘面上呢 也是非常的突出 那么这个矛盾 如何去解决呢 我想说说 老元四点的第三点 那么这个问题呢 我想从现阶段来看呢 很可能还有一段时间 会继续一个 翘翘板的一个走势 但是有一个现象 我们注意到 现阶段的增量资金 似乎开始隐隐约约 比较明显开始出现了 最明显的是北向资金 那当然北向资金进来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它代表的是 大机构的一个资金 往往看中的是 大体量的大蓝筹 这些板块 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呢 那我想我们现在看到 有一个数据 我是可以跟大家 做一个分享的 五月份的时候 基金的一个发行的一个数据 总共发行了91家 募集的一个资金份额 是918亿份 这是五月份的 7月份到现在为止 今天还是17号 共发行了70家 那么应该说70家 跟91家相比要差了21家 相差30% 但是募集的一个资金 增加到了1293亿 从中可以看出 单个基金的一个募集 的一个份额比原来要大得多 这是一个好现象 还没有结束 这个6月份还没有结束 所以我想6月份究竟最后 能够募集多少资金 那么对市场应该说 影响会比较大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现在有很多基金经理 他们也是会专注一个一个赛道的 那专注赛道的话 那是不是今后增量资金 两者都有的话 会最终产生一个赛道和价值股的一个共情 一个共振点 如果有的话 千万记住 当这个出现之后 那市场是全市场都一起看多的时候 那就不再是短期顶 当然这一天现在还没有到 我们现在把这个想法先想起来 好了接下来呢 我们先送出一个福利 我们2022年A股投资的上半场 已经临近一个尾声了 谭古人精将携手有看投加APP 在6月18号 也就是明天下午2点 重磅推出牛伞俱乐部活动 那么老言呢 也将在本次活动当中 与大家来聊一聊 畅谈一下2022年 下半年的一个投资机会 分享一个从1到10的一个财富的一个密码 那么咱们牛伞俱乐部的一个活动呢 同时有一个优惠 会在当天晚上的19点结束 不要忘了来参与我们 这个牛伞俱乐部的一个活动 我们下午2点不见不散 那么应该是在我们有看投加上 是有这个相应的一个直播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市场上振50 叠加中振1000指数的一个走势图 那从走势图上呢 我们可以看到上振50和中振1000 其实今天共情的味道还是很浓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是起涨共跌的一个走势 但是呢在这一轮下跌的一个过程当中呢 中振1000有点想要下的味道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当再次50指数上涨的一个过程当中呢 中振1000的一个步伐有点沉重 走势上的慢了一拍 那么这个慢了一拍呢 到下周周一的时候 会不会在盘面上留下痕迹 其实呢我们要从两个 这个50指数和中振1000 同时来理解这个问题 因为什么 到了下午一点半过后 我们可以看到两者都是进入了一个横盘 整理的一个过程 没有再继续大幅拓散上升的一个空间 我们再来看一下北向资金 那北向资金呢 今天流入有91个亿 互股通呢是更多 达到了57个亿 深股通呢是34个亿 再来看一下南下资金的一个情况 那么今天呢 南下资金是流入25.95亿 主要呢是深圳方向流入更明显一些 而互市方向呢 仅仅只有1.79亿 咱们再来看一下互生两次重要板块 涨跌的一个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有机硅涨了4.34% 宁德时代概念 海底光蓝逆变气HIT电池 那么这些呢 今天是属于涨幅比较大 那也可见呢 可以看到今天赛道股呢 集中的方向 应该还是新能源的一个方向 包括光和车的一个概念 那么还有下跌前列的呢 是有职业教育IP概念 虚拟数字能 土地流转以及总业 下跌的一个幅度呢 不是很大啊 是从2.37%到1.91% 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那回过头来呢 我们要请出今天来到场内的嘉宾 路易啊 路易好啊 那刚才我已经铺垫了一下啊 你呢是专注太阳的板块已久啊 待会在操作层面 这个还是要跟我们聊一聊啊 毕竟这个赛道当中呢 太阳能是这一轮涨幅最大的 没有之一啊 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另外一位嘉宾呢 是杨成斌 今天呢 应该说是周五 本周的一个市场呢 强势上攻 下周还能够依然乐观看待吗 这个问题呢 我们要听听两位嘉宾的一个看法 同时呢 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 就这个问题发表你的看法 我们先来听听 场内路易的一个想法 来 好的老师 那么其实对于下周的指数呢 我说实话 我觉得指数是有一个调整的 这样的一个需求啊 因为无论是从外围的角度去看 我们看到说这个美联储 加息后期很有可能会继续加速 但是呢 其实我们也看到就说 以往的两周 其实中美两个股市的一个脱钩啊 其实已经形成了 大概有两周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说调整是有可能会有 但是我不偏向于大调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我觉得说即便是出现了调整 我反而是会去减筹码 甚至于说继续去做一个持仓的动作为主 好 这是路易的看法 我们再来听听陈斌对这个问题如何来看 来有请杨陈斌 好的 近期呢市场其实是很明显的出现了一个 往上试探的一个积极的一个信号 像前两天的一个指数的一个大涨 虽然说是已经冲牢回落了 然后现在没有升上去啊 但是我觉得算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尝试吧 在这个位置我个人认为3300点 有可能会需要一个二次整顾 这里紧防一下市场的一个分化 我觉得有好的苗头 但是还是要防止一下调整的 两位呢已经发表了自己的一个看法 我们的投资者朋友 你怎么想啊 待会我们在微信连连看的一个过程当中呢 会揭晓答案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其他一些嘉宾 在有看头加上他们的一个观点啊 首先呢是白颖杰昨天就给出了 对今天市场的一个看法 认为主板日内多空位置3300点 那么今天站上去了啊 挖掘半导体和军工板块 二次上车的一个机会 路易呢经历一波大反弹了啊 那么认为指数光伏 光伏贵还是不贵啊 待会呢听听他对光伏到底贵还是不贵的一个看法啊 徐世龙呢是在早晨八点的时候呢 给出了一个观点 时日均线呢是A股能否保持上行的一个 趋势的一个关键所在 那么今天呢市场开盘就是直接就考验了时日均线 但是站稳了啊 后市呢上攻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江琪在今天中午给出的一个观点 是认为短期防范中小盘的一个风险 机构权重类呢将延续上行 葛建颖呢认为指数低开 数量高走说明有承接的一个欲望 向上选择概率是增加有效性带确认 继续关注金融资源大消费及创新型企业 广敏呢是认为短期平均股价有望创新高啊 那这是我们几位嘉宾在各个时段在有看头 加上的一些观点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陈斌 听听陈斌的一个看法来有请陈斌 好的刚才已经聊过了这个主板呢 近期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上攻 尤其是前两天的一个大金融板块的一个 一个上攻的一个场次的话 我觉得算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信号 但是这里也是有有一个问题的啊 就是说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张主板的一个图 那么我觉得现在的一个主要矛盾呢是什么呢 就是说有短期的一个反弹趋势 目前正有一个突破原先的一个中长期的一个压力位 那么也就是说现在面临的市场是两个选择 就是说到底是短线反弹 还是重新恢复了一个原先的一个趋势的一个问题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张图上呢 最上面的一个市场是一个150天线 那么我个人认为啊 就是说如果这个位置呢 能把150天线给它打上去 那么站上去的话呢 那么确实是市场上有可能是 由原先的一个反弹 那么衍生开来 演变为一个重新向上的一个趋势里面 但是这里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从原先2863年 这个最低点的一个反弹到现在的话呢 几乎没有遇到过一次 很大的一个大幅的一个回踩 而且由于前面的一个跌幅也是比较大的话 那我们可以看到像现在的话 50天线才刚刚一个走平的一个状态 而且现在的话呢 如果说往下要回踩50天线的话 那么基本上都会有 有差不多150点的一个空间 这样子一个回踩的一个幅度是蛮大的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地方确实是存在的 由一个短期趋势向一个中长期的一个上涨趋势的 一个转变的一个这样子一个过程 前面冲高的话 3358点没有打过 那没有关系 那么算是第一次的一个上冲 后面的话呢 应该还是会有二次到三次的这样子一个一个尝试的 但是我个人还是倾向于3300点附近的 需要一个二次的一个整顾 要警防一下市场的一个分化 因为前两天的话 我们已经很明显的看到了 这个市场上大金融板块起来的话 对其他板块的一个抽息效应会比较明显 那么其他的调整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 那么如果后面的话 大金融板块如果不是启动一起冲光的话 那个3400点这样子一个大的一个整数官方又很难上去 所以说现在还是有一定的这样子一个矛盾在里面 但是我发现最近也是比较好做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主板它很明显就是沿着这样子一个时间线一个上涨 而且逐步的开始往上试探 那么我觉得短期其实就很简单了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时间线为一个强弱分件线 只要是时间线延续一个上涨的一个态势 而且回踩没击穿的话 那么我觉得还有机会做一个二次上工 那么如果说时间线给它打穿掉的话 那么我觉得那么这个时候不排除要回踩下五天线 而且近期涨幅大的那些光伏和封建等等的话 等等的话呢 我觉得可能是属于一个补党的一个效应 因为最近涨了多的话 还是老的那些赛道 那么好的话已经老早就新高了 那么现在涨的那批都是没大 前面没有大传过的 所以我觉得这里还是有一定的分歧在里面 好 谢谢杨成斌对市场的一个分析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出路易了 来听听路易对市场的一个看法来就请 好的 那么先讲观点 就是说我其实目前对于指数本身的话 我觉得它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这是一个 第二个我自己也考虑了一下 就是说最近的一个行情这样 从这个2863年持续涨上来 这一路涨上来 主要走的一个逻辑其实还是很简单 就是一个经济复苏和流动性宽裕 这样的一个逻辑 所以我目前认为说 一个就是性价比比较高 然后叠加了说 目前第三季度 其实我没有看到任何的流动性的缩紧 唯独就是我刚刚讲到 就是外围的一个情况 很有可能会有脉冲式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但其实影响我认为说 也是相当于比较有限的 那所以刚刚我已经讲到 就是说操作上面的话 其实我自己还是会以持仓为主 然后甚至于在调整阶段当中 我可能会去减相应的一个 低位的一个筹码 那我自己也对于指数这一块 大概今天带来了三张图 由三个维度去看一下 就是目前指数到 到底现在算是到底贵还是不贵 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 护生300的一个隐含风险一架 那这一条红色的曲线 其实就非常明显了 我大概拉了七年的一个 就是深蓝色的曲线 是代表的七年的一个90%的氛围 然后淡蓝色的曲线 是七年的10%的氛围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14年也好 16年也好 18年也好 20年也好 基本上它这个红色的曲线 就是护生300的隐含风险一架 一旦是触到了 七年的90%的氛围的话 基本上都是一个底部 基本上都是指数上面来说 都是一个底部 反倒是说 它触碰到七年10%的这个氛围的话 基本上都是一个顶部 那这种状况下 我们可以看一下 现在的指数 虽然已经涨到了3300多点 但是其实我们从 这张图里面 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其实离底部来说 其实刚刚起来 对 基本上就是刚刚起来的意思 那其实我就认为说 从这张图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到 就是说指数本身的话 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那这是指数本身 第二个再来讲到的 就是我自己看了一下 就说相关的一个北向资金 目前它配置的一个席位 具体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张图里面红色的 这条曲线代表的是配置型资金 那其中包括了像养老金 各国的养老金 都是属于配置型的 那这里面 很明显的可以看到 从2021年开始 非但没有卖出 反而是不断的在流入 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这一块呢 其实我觉得说 很明显的就是 目前其实也是相对而言 比较看好后期的一个市场 这是一个 第二个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说蓝色的这条曲线 是代表了交易型的 那交易型呢 基本上因为它 可以理解为是 我们类似于国内的一个公募基金 因为它有相关的一个业绩考核 所以说呢 它自然而然就会 认为市场跌了 它就会流出 涨了它就会流进 流入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我们可以看到底部 目前在2022年6月份的话 它其实已经开始出现了 向上拐头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那其实我也是觉得说 从短期来看的话 其实相对而言 还是比较乐观的一个状况 那么然后再来看第三张 第三张图呢 是我大概看了一下 就是目前私募基金的这一些人 他们目前 其实从蓝色的柱状图 就可以很明显的 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私募基金经理 他目前这个信心相对而言 还是非常强的 这是一个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说 它的一个动作 其实并不明显 就是它的仓位 目前还是大概是停留在 19年的10月份 20年的4月份 这样的一个低点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离上部的一个空间 还是相对而言 比较引人有余的 那我其实认为说 一个信心 我之前反复的在强调 就是信心是持续的在修复 而且是在路上的 对吧 那么后期很有可能 我就觉得说 它后期很有可能 会继续的去做一个加仓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近期的一个 新基金的发行规模 那我们 对 我们经常聊到 就是说 买股票要买在无人问津处 然后呢 卖在了人身颠废 这个人身顶配时 那这种状况呢 其实就是可以看到说 2022年的5月份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 这个基金去做一个发售的 也就是需求其实并不多 这是一个第二个 就是大家其实对于股票 好像都非常的冷淡 冷清这种情况 那反而是现在已经开始 慢慢慢慢慢慢 开始出现一个桥头 但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 并没有特别的热露 这种情况 所以说呢 我觉得 我觉得无论是从性价比也好 包括了这个外资的一个 状况也好 包括了像这个机构的 目前它仓位的一个后期 还有一定的一个 一个空间的话 其实我觉得指数方面 尽管近期可能是有一定的 一个调整的需求 但是我觉得一个 不管怎么样 就即便是不买 也是持仓为主 甚至于说可以在跌的时候 再继续加仓也可以 好 两位呢 是从几个角度 跟我们阐述了 对市场的一个看法 我们再来听听白颖杰 对市场是如何判断的 来 有请白颖杰 我认为目前市场下方 承接力相对偏强 同时呢 产内的筹码 也有吸收的一个迹象 体现在指数方面来看的话 就是主板今天是重新收复了 3300点的一个关口 创业板呢 也是突破 站上了20周均线 并且前期我比较担忧的 平均股价 本周也是做了一个探底回升 那个股情绪有所好转 下周平均股价 有望进一步上攻 120周均线附近的一个压力 板块方面的话 我还是持续关注 大消费当中的喝酒吃药 以及家电 短线煤炭板块 虽有调整 那我觉得下周依旧 还有持续关注的机会点赞 操作方面的话 短线依旧是 逆势不宜追高 本节目由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 独家冠名 九十年代 收获是一份仪式感 珍贵却少了些许便利 千禧年 收获是电脑前的专注 高效却更需要费心琢磨 后来 收获是掌监的金融图标 信息很多 答案却很少 现在 收获是贴心的服务和指导 是专业赋予的省心与便捷 九方之头 实战牌 股票学习平台 上海整装 携手百家建材品牌 全市助力 入广大装修业主 装出品质健康家 特此 上海整装 开工计 资深设计师 集结完毕 如这套户型 玄关设计 收纳区 有效区分 室内外空间 动线合理布局 保障 全无空气流通 特此 上海整装 开工计 工程团队 以准备就绪 采用卫生间 防水坝工艺 以及墙底面 增强涂刷 等专利工艺 防止渗水漏水 并精选 起翻A级阻燃电线 无鲁低烟 更安全 特选鲁薄力 万象存水弯 及铜下水 防冲耐用 保障 密封性 现在就拨打 上海整装 官方热线 4000338338 或扫码咨询 上海整装 开工计 优惠详情 活动期间 千元下定 更由32000元 加剧全场任选 上海整装 全天候守护 严格把守 致力于 为广大装修业主 装出品质健康家 岁月不败风华 经典 历久彌新 老凤翔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本节目由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 独家冠名 好 欢迎回来 现在已经6月17号了 2022年 A股的一个 投资上半场 已经非常临惊尾声了 那我们谈顾论金 将携手 有看头家APP 在6月18号下午的2点 重磅推出 牛省俱乐部活动 那么老元呢 也在本次活动当中呢 会与大家 会与大家来畅谈 2022年下半年的一个投资机会 分享一个从1到10的一个财富密码 那我们这次呢 主要是应该回顾下上半年的一个行情 做一个回顾 但这个回顾呢 我们占的时间不会多 主要呢 就要跟大家聊一聊下半年的一个投资机会 会在哪些行业当中出现 此外呢 对于客创版的一个投资机会 我们也会着重跟大家来聊一聊 那么这次有看头直播间上呢 会是一个主力的一个场所 那么大家不要忘了 到我们有看头家上 来跟我们进行一个相互的一个交流 我们明天下午2点不见不散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出两位嘉宾 一起来聊一聊下一阶段 哪些行业哪些板块 是未来关注的一个重点 我们先来请出陈彬 来有请陈彬 好的 那么今天呢 依旧给大家从数据的角度来进行一个分析 那么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高新低指数 那么今天的一个新高新低指数的一个数值呢 是26 但是今天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创下一年新高的今天有34家 但是创下一年新低的只有1家 那么从这样子一个分布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 近期创新高的赛道票 是开始在慢慢的增多了 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需要值得关注的 然后第二点呢 从业绩爆发模型的一个角度来看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最近的话 已经有部分公司 已经率先开始披露半年报了 那么我们可以从半年报的一个数据 从它的一个业绩来推算 它的一个第二季度的一个业绩增数 那么我自己是会率先去关注 能够一季度和二季度都能够持续大涨的这样的一些公司 那么第三点呢 也是看到这个业绩爆发模型的第一季度的话 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就是它的一个市值判定的一个角度 我们可以从前面几个月发现 就是说能够上榜的这些票呢 大多数或者说可以说是百分之八九十都是以小票为主的 但是现在的话呢 基本上都会以一个中等票和大票为主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业绩爆发模型的一个统计 那么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就是说 现在的市场风格可能正在逐步的发生一个切换 由原先的一个执掌小市值票 变成了这个中市值和大市值的票也开始启动 那么这个小市值呢 我是把它定义为一百亿以下的 然后中市值呢是一千到一百亿之间 大市值呢是定义为一千以上 那么近期中大市值票也在开始动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是这个机构合力的一个情况 那么今天呢想给大家分享三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操作技巧 首先第一点的话呢 我最近是在关注这个连续创下新高的这样子一个品种 尤其是最近创 最近三周能够一直创立新高的一个品种 因为之前讲过就是说 现在的话呢 这个老的赛照票看来还是没有变 就是市场上还是比较亲爱的 但是有一个分化的情况是什么 就是说有一批赛照票已经率先创下新高了 但是呢最近涨的那些呢 却是没有那个大涨的 所以说我觉得有一点点一个补涨的一个味道在里面 那么怎么样子去把握这些能够新高的看来 我觉得总结一条经验 是看它的一个二十天的一个斜率的一个变化 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一个二十天线斜率的一个对比图 那么首先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张图 那么它其实这个二十天线 就是这条黄色的线的话 它其实不是很明显 那么虽然说最近确实已经开始 从而在放量上涨 但是我们如果说把它从一个五月到现在的一个整体涨幅来 加起来做对比的话 会发现它的一个整体涨幅并不是太理想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张第二张图 这张图的话呢 是二十天线的一个协力 那么就是它的一个黄线的一个 从由原先的一个水平的一个上涨 然后到现在的一个突然一个拐头的一个加速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由原先的一个震荡区 进入了一个上涨的一个趋势的这样子一种走法 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 可能最近这些二十天线已经开始大幅拐头的漂亮 最近是涨幅不大 但是如果说我们把它一个五月份 到现在的这样子一个整体的一个涨幅来看 加总的话 其实它的一个涨幅还是会非常大的 所以说最近我选票的话呢 我一般都会从业绩爆发模型里面 先过滤一遍业绩之后 然后再从二十天线的一个协力上来 做一个优先的一个判别 谁在协力大 那么我个人会优先考虑 然后第三点的话呢 我会考虑一个周线金差 那么周线金差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个人看的是十周线和三十周线的一个金差上涨 那么从一个过去的数据统计来看的话 我会发现那些能够大幅上涨的这些赛道票的话呢 它的一个行情启动点 往往是由这个十周线开始金差三十周线 开始了一波上涨 所以说呢 最近的话我会关注一下那些赛道票的话呢 如果启动的话 它的一个十周线是不是即将或者已经金差三十周线 那么如果说能够金差上去的话呢 那么有可能会意味着一波新的一个行 那个行情的一个开始 那么最近呢 也给大家总结了近期的几条基因啊 首先第一点的话呢 刚才也讲过这个下周的话 我个人还是看会更当的 所以说在大方向上会优限考虑这样锁定一个利润 然后第二点呢 刚才也讲了这样 关注能够三周创新高的一个品种 那么能够创新高的话 我觉得也是意味着本能行情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方向 第三点呢 这个二十天线的一个协力的话呢 也意味着是否能够跑赢指数 第四点最重要一点就是说 如果说那些赛道趋势票又重新开始的话 那么我会关注十周线的金叉 只有金叉了才会意味着一波新的上涨 好 谢谢陈斌的一个总结啊 我觉得陈斌的一个总结呢 有的时候是非常的让人安慰心的啊 其实当中有一张图是关于大票中票和小票啊 那大票中票小票呢 近期的一个曲线的一个变化啊是很有意思 近期中票大票开始起来了 小票呢反而是往下走了 这说明什么 市场当中的一些资金啊 体量可能比原来要大了 打得动中票打得动大票了 所以这个变化呢一定要注意 好了不多说 我们再来请出路易 来听听路易的一个分析啊 好的 太阳灯一定要说了 对 来先说太阳灯吧 来 对上来就说了太阳灯啊 那么其实刚刚也标题里面也已经讲到了 就是说贵还是不贵啊 光伏 因为我看了一下 就是说最近很多的我们之前讲 我之前讲的这个光伏组件啊 其实都已经快要接近新高 甚至已经创了新高 那其实我自己也在考虑 就是说贵于不贵 那我就大概去查看了一下 整体的一个光伏指数的PE棒 PE棒到目前来看 就我大概标了三个箭头啊 里面一个呢是21年的年头 另外一个呢是21年的9月份 还有一个22年的1月份 基本上都是触顶到了一个上轨啊 就是最上面的根轨道以后呢 就开始回落 那我也看了一下 就是说它大概都会回落在 就是我标的那个红色的这个 横线这一块 基本上是倒数第二根轨道 这样的情况 那目前现在去看的话 其实它已经是没有 虽然没有触碰到第二根轨道 但是其实来起来以后呢 其实离它的一个最上面的一根轨道 相对而言还是有很大一段距离 那其实我就可以判断说 目前整体的一个光伏指数 虽然说相关的一些贵股 它已经接近新高了 但整体的一个光伏指数 其实我并不觉得它这个相对而言比较贵 甚至于说还是非常有性价比的 那么再来看到就是我用风险 五年的风险溢价率去做一个大概的一个对比 光伏的这个指数的五年风险溢价率 蓝色的面积图基本上一旦是触碰到 负一个百分点的时候 也就是我下面画的这条横线 负一个百分点的时候 基本上是在21年的年头 21年的9月份 以及22年的年头 这三个点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光伏指数触顶的时候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现在的一个蓝色面积图 其实离负一个百分点 其实相当于还是有非常大的一段距离 所以说目前去看的话 我觉得从光伏指数本身的话 我没有看空它的理由 叠加了我们之前讲过的 就是说硅料 其实近期的硅料 其实这个三季度要大力的投产 然后预期的当中 应该是说硅料的价格 可能会有一定的震荡下跌 但其实目前看到很多的市场上机构 等等一系列的人 他们对于这个硅料的价格 其实目前预期都是不断的上调的 那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说 相关的这个景气度旺盛 相对而言还是非常强的 那么再来讲到就说光伏这一块 我又看了一下北向资金的一个方向 就说北向资金 我大概拆分了一下 里面目前去看 从2022年的5月份开始 大概是4月份吧 差不多 4月份开始就已经开始 整体的北向资金的流入是偏向于电力设备的 那其实电力设备 光伏就是属于电力设备的其中一个 那么我看到说从5月开始 北向资金就开始加速的流入进去了 那么再来看一下我们 大概基金近一周的一个增持的一个 基本上都是偏向于新能源方向 那我就再考虑一件事情 就是说北向资金持续的流入 那目前其实光伏的个股 各方面都已经接近新高了 那为什么其实这个近期的基金 近一周还要持续的去做一个流入 尤其是对于新能源这一个方向 那我就觉得说 其实整体的市场上的一些机构来说 其实对于他还是有一定空间的一个认知的 所以说目前来看 相对而言还是比较的强 而且热度也比较高 那么第二个就说我要讲到就是消费板块了 消费板块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5月的一个摄灵 目前修复最快速的 其实是烟酒类 那今天其实白酒也有一定的动作 叠加了说我之前也聊到过 就是茅台的一个批价从4月底 已经开始快速的往上走 我们可以看到这条曲线 就是已经开始出现了一定的拐头 右白两图 对吧 那么有翘头的迹象 对有翘头的迹象 那么现在来看的话 其实就代表说整体市场对他的一个信心 已经又开始进行一个恢复 那么我们也知道说 无论是从之前的08年的一个状况也好 基本上经济复苏 我觉得说都是先是由 尤其是奢侈品 因为其实白酒也是属于消费类里面的一个奢侈品 基本上都是由食品开始带头的 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比较看好消费白酒这一块的方向 好 谢谢路易 那其实可能我们的投资者不太清楚 他一开始讲光复 没问题 我一直很认可 讲着讲着 每周来都讲光复 我就跟他说了 你有没有更看好那个板块 他跟我说老袁 我没有 我只能讲光复 那也好 所以他一来以后 最近一段时间是一直跟踪光复 那跟踪路易的 那就等于是跟踪了光复 那么现阶段我想对我们很多的一个观众来说 你还得继续跟踪下去 刚才的一个图表来看 光复板块应该还没有走到头 但现在应该说光复板块已经开始分化了 已经开始去挖掘当中的材料 甚至有些细分的一个领域了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风险慢慢开始积聚 下次我们再让他来讲一讲 好不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有看头家来的板块 要请出姚中元了 那今天那个市场最终红彤彤 指数一片红 但是从个股的一个涨跌情况来看 一半对一半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 后市如何去挖掘相应的机会 我们不妨来听听姚中元的一个思路 不要忘了拿起你的手机 扫描一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可以和有看头家来的讲师 获得更多的一个联系 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姚中元 好的老元 欢迎大家收看有看头家来了 我是姚中元 外盘大跌 A股低开高走 实属强悍 北向资金又大买91个亿 的确给下周带来了很大的希望 那下周哪些方向值得去重点关注呢 在本周刚过去行情中 我跟大家重点讲解了金融保险 以及像食品加工板块 这些板块在本周表现都非常亮眼 食品加工板块本周也实现了五连羊的走势 今天再创了一个阶段性的新高 后面仍可继续关注 那对于下周行情当中 今天盘面当中有个重要的板块 出现了突破的迹象 它就是家电板块 家电板块今天午后是直线拉伸 分时资金大举进买入超过约10个亿 并且今天整体资金进买入超过约8.22亿 而目前家电板块的点位非常重要 在经历前期三个月的平台震荡之后 今天一举放量突破了 近一个季度以来的平台震荡压力区间 仅限为有效突破之后 自然是在下周当中要去重点关注的 而且恰恰家电板块是机构资金和北向资金 非常喜欢的一些行业方向 所以在北向资金大致进买入之后 家电板块在下周 自然是要去作为重点关注的领域之一 那今天周末福利给大家准备了两份重要的参考资料 你也可以通过撒描屏幕下方 阿里玛的方式来关注到 本周北向资金大举进买入174亿之后 重点关注的核心品种 以及行业板块中 家电板块强势再起的策略品种方向 那对于今天给到大家下周 可以重点关注的强势再起资金控盘的品种 怎么来寻找 我们观察到在近期市场震荡上行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公司已经是明显放量突破了 前期大级别的年限压力位 并且在放量突破之后 阶段主力资金持续进买入 进入到一个重点的控盘区域 散户资金的持续流出 加上主力资金的放量进买入之后 中长期均线获得了有效的收复 并且阶段反弹的高点已经被有效的突破 在强弱指标龙腾四海指标当中 我们也观察到当下处于极强势的阶段上涨过程当中 那自然在主力资金控盘之后 形态有效走强 趋势再度修复的这些核心再起强势的公司 您今天也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 阿尔玛来关注到下周当中 这些强势公司的延续性表现 那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第一位轮动补涨的一些行业方向 那昨天我们也开始关注到 第一位装修装饰的行业板块 在进入到底部支撑位之后 资金持续的有效流入 那今天整体装修装饰板块 在回踩通道之后 收了一根缩量的十字心 并且近阶段本项资金持仓也超过了5435万元 对于整体行业板块来讲 非常关键的支撑点位有效守住 那自然也是后期再度转折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 所以在下周装修装饰板块 仍然是可以去做持续留意的 今天的技术讲解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本节目由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独家冠名 王哥 你快帮我看看 为什么我换了股票还在亏呢 你肯定是听了别人说的才买的 是啊 投资股票最忌讳乱投和道庭途说了 K线形态这么分盘复杂 但是如果有一套简单易懂 信号明确的指标战法 说不定会给你带来不少的收获 真的有这么好上手的操作方法吗 当然了 你可以现在扫描二维码 来领取这套MACD盈利战法升级版 强大的实战指标 给你多维度提供 短 中 长 周期投资决策 深挖炒股三大核心问题 选股 择时 买卖 信号清晰 一目了然 这也太全面了吧 操作起来方便吗 MACD盈利战法升级版 简单易上手 只需三步操作 既便捷又轻松 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下方二维码 立即领取这套 MACD盈利战法升级版 好 那我现在赶紧扫码去领 MACD盈利战法升级版 让炒股更轻松 让投资预见美好 选股靠消息 买卖靠感觉 一根均线选股法 可能解决你的投资难题 现在扫码就能立即上手使用 早点了解 轻松交易 一根均线帮你看清多空趋势 看懂趋势强弱 解决你的选股难题 红线代表趋势向上 股价上涨概率大 绿线代表趋势向下 股价下跌概率大 一根均线结合趋势DK点 帮你判断买卖信号 解决你的择实难题 倍量突破均线即为买入信号 有效跌破均线即为卖出信号 现在扫描二维码 即可领取一根均线悬股法 经典实用的均线悬股战法 学会让你少走弯路 岁月不败风华 经典历久弥新 老凤翔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欢迎回来 接下来进入微信连连看 微信连连看 欢迎你回来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投资者 对于下周是不是依然乐观 他们是如何来看的 认为依然可以乐观的 百分之六十五 认为不是的 百分之三十五 此外对于嘉宾观点的一个支持度 我看了一下 两位实际上不分不重 杨成彬的略微高一些 下载九方指头APP 领2022年投资白皮书 这里有5G投资图谱 有新轮员配置主线 还有军工年度策略 投资白皮书 聚焦5G新轮员军工 三大黄金赛道 深度抛析各产业链 优质机会 祝您在2022年 把握行业的一个趋势 接下来马上进入明日抢先报 明日抢先报 欢迎你回来 欢迎收看由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独家冠名播出的 谭古龄金节目 找老师选策略 就上九方之头 今天上证指数是低开在3265点 这个位置是昨天我们给出的 参考波动区间的一个下限 实际上今天最低是相差三个点 全天是反复震荡 十日均线是获得了一个支撑以后 午后再度上工 受至于上方的一个半年线 我们可以看到受了一个 数量的低开大阳线 如果市场还想进一步上行 那么我认为成交量是关键 那我们可以看到 最近这两天的一个成交量萎缩 是制约了它一个向上的一个空间 从趋势来看 月转多周多日转多的一个趋势 是可以谨慎持有的 下周一的一个参考波动区间 3286到3348点 我们再来看一下创业版 创业版今天低开以后 在2557点 这个位置是获得了一个支撑 那么这个位置 也是我们昨天给出的参考波动区间的一个下限 那么实际上今天最低是在2559点 也是相差两个点就获得了一个支撑 盘中是两波上弓 是创出了一个新高的 是受了一个放量的一个大阳线 我们可以看到这根大阳线 直接就把前面两根带有犹豫观望性质的 带上引线的一个垂头线冲破了 成交量维持的话 将会冲击上方的一个半年线 目前来看 半年线是高压下行的一个状态 那么应该说到了这个位置是会有一定压力的 从趋势来看 月转多周多日多的一个趋势是可以继续持有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上阵中止的周K线 本周是三阳两阴 维持了一个震荡上行的一个局面 冲击上方三十周均线的是撕利 所以最后是收了一个放量的一个中阳线 那本周是留下了比较长的一个上影线 所以继续上涨的话 一定需要更多的一个成交量来进行一个配合 指标是一个多头的 是可以继续持有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创业板的一个周K线 创业板本周是先易后阳 那么盘中的一个走势来看 要比上阵指数要强 它五根K线都是阳线 当然其中有这个假阳线 周五的一个走势更为强劲 冲上了二十周均线 收了一个放量的一个中阳线 但是大家注意到这个连续上涨之后 你横过来往左边看会发现 这里是密集成交区 也就是说进入了一个密集成交区以后 继续上涨的话 那么对于创业板来说 同样需要增量的一个配合 这是明日抢先报的一个内容 我们稍时休息 再回来请出两位嘉宾 一起来聊一聊 下周怎么操作 来 本节目由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志投独家冠名 上海燃气提醒您 请安全使用燃气 使用燃气时 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 发现隐患 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 安全使用燃气 营造美好生活 大家好 我是张瑶 上周给大家分享的龙虎绝经战法 相信很多朋友们已经领取到了 并且运用到实际操作中了 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也非常有成就感 今天我就把这套实战中经常会用到的 龙虎绝经战法继续分享给大家 之前错过的朋友们就不要再犹豫了 现在就扫描屏幕二维码来领取 龙虎绝经战法是张瑶老师二十多年股市经验总结得出 专门教大家通过龙虎绑数据 判断游资大佬的操作风格和特点 从而快速筛选出可能具备上涨潜力的标的 有没有帮助 扫描二维码 试一试就知道 目前市场热点轮换较快 只有跟上主力资金才是王道 现在就扫描二维码 不仅教您通过龙虎堡挖掘热门板块 还有大量实战案例 以及老牌游资操作风格解析 满满的技术精华 赶紧扫码领取吧 股票太难了 赚到哪只买哪只 涨点吧涨点吧 搁不搁 炒股怎能靠运气 自己有实力 炒股更理性 九方之头是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好 欢迎回来 2022年A股的投资的上半场 已经临近尾声 谈古论金将携手有看多加APP 在6月18号也就明天下午的2点 重磅推出牛伞俱乐部活动 老原也在本次活动当中 将与大家畅谈 2022年下半年的投资机会 分享一个从1到10的财富密码 实际上最近一段时间 我们相信我们的投资者 都是在总结上半年的得失 明天的内容也会谈到这一点 但这个不是明天的重点 重点是我们要跟大家聊聊 下半年的投资机会 会在哪些行业当中出现 另外如何把握科创版的一个投资机会 也是我们要跟大家交流的一个重点 那么明天的活动在有看到家 直播间 第一财团抖音号 第一财团快手号 以及看一财视频号上 会跟大家不见不散 当天的活动在下晚上的19点 我们的优惠活动就会结束 欢迎大家不见不散 好的 回到这个节目当中 我们一起再来请出两位嘉宾 我们先请出陈斌 来听听陈斌的一个看法 来邀请陈斌 好的 那么下周的话 我觉得还是要继续考虑 这样一个锁定仓位 因为这个仓位问题的话 其实在五月初的时候 就差不多以及仓位就已经打满了 还是这个新能源的一个方向 那么所以说下周如果震荡的话 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是没有必要去 急着去加仓或是大幅度的一个换仓位的 就是锁定利润为主 第二点就是说 还是这个赛道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把现在是定义为一个老的赛道 和新的一个赛道 那么老的赛道的话 就指的是前面已经创新高的那批 那么如果说大幅度的的话 要密切关注一下抗天性 然后新的这批呢 就是说最近启动了这批 那么我觉得可以关注一下 是否能够顺利新高 如果能够这个接力轮得上的话 那么这个行情的话 应该还是可以会继续看有一定的持续性的 好 谢谢陈彬的一个看法 那接下来我们回到场内 来请出路易 来 又请 那么其实还是老样子 就刚刚讲到的 就即便是在调整的一个阶段 我认为说不管怎么样 持仓肯定是没有错 这是一个第二个 如果说有调整的话 那我继续减筹 那其实关注的板块还是老样子 首先排第一个就是光服 第二个可能之前聊过的 就是新内院李店的厂商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我刚刚讲到消费的白酒类 那这三块其实是我当下比较关注 而且可能会拿一段时间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向 那么再来讲到就是我认为说后期的一个市场 其实就是我刚刚讲到就是目前的一个宏观环境 而且更多的就是走的是一个经济复苏 以及流动性相对而言比较充裕的一个状况 我认为说后期很有可能 近期虽然说证券板块有一定的一个短期的一个调整 但我觉得肯定不只是一波这样的一个涨停商 后期很有可能还会带一波带完一波以后 会有可能后期还会溢出到 比如说像半导体 包括了像基建 甚至于说光服逐渐逐渐这样的去做一个轮动 所以对于整体的一个指数去看 我刚刚也已经讲到就是指数不贵 板块也不贵的话 但其实我没有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 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每一次探索 曾在这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示 科技强获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 因为运行一年后 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每一次前行 推出30条具体措施 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 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推出了金融十六条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每一次突破 上海自贸区临港芯片区 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 沪广同终于承担落定 未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每一次选择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上海 上海经的落地 国际同正式在上期所上市 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每一次托付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仪式住行 安居乐业 每一次守望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 守护好百姓的天赖 这就是金融 如血脉一般 这就是金融 看得见的波动力量 脉搏上海 职业院是属于这个末端的 这就是现实存在的一个情况 我国的职业学校的学生的就业率 是高于我们本科的就业率的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这些体验怎么去留住我们这些学生 你的这些同学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 高不成低不就的这个感觉呢 要培养孩子要同胀劳动 要尊重劳动 尊重普通劳动 真的需要我们 耐心地去看到他们做的事情 耐心地去倾听他们的心声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有看头加油时刻 我是李婷 2021有看头家全面升级了 究竟有哪些不同呢 本期的加油时刻 我就带着大家一同去了解一下 打开全新版有看头家 您可以在首页实时浏览 嘉宾对于盘面的最新解读 在主页下方的菜单栏当中 您可以快速找到各个嘉宾的 锦囊和课程产品 在锦囊产品当中 我们新增了筛选功能 方便您的查找 而嘉宾的课程则分为